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云六你怎么下 比较合适 我们就可以看这张图 那么我们前段时间看到有人在说 究竟是我一万 我专下一万加五百的新云六 还是说我一万块钱拆成九千五加五百的新云六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来这样算出来 那么假如你下专你赢了 如果你是一万加五百的新云六 你盈利是一万 你的回报是九十五点二三八 那么也就意味着专家赌产向你抽水 是抽的百分之四点七六 这个数字大家记住啊 那么你如果是把它拆分 九千五加五百新云六 你赢了 也没有赔一半 就是新营业没出来 那么盈利是9500 按照你的总投注量 你的盈利是9500 那么也就是95%的回报 OK 这时候专家抽你的水 抽多少 5% 那么5%和4.76%的差距 在0.24% 0.24%如果你是打得比较大的 我们就用一万来讲 你是在贵宾厅洗码的 那么洗码的马粮是1% 对不对 那么也就相当于你每打四柱 就多洗出相当于1万的马粮 那么如果你打10万20万的话 那事实上呢 你就你不要小看这个0.24% 这个0.24% 就让我们洗码的 这些玩家 就占到很大的 可以说占了一些便宜吧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用数据 来讲一讲 澳门的幸运6 你的筹码应该是怎么分布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又讲 讲这个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这个老虎 很多人不了解 那我们就分布来讲 新加坡的老虎呢 跟澳门的这个幸运6呢 同样都是6点赔一半 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把它分成三个下注点 分别为小老虎 老虎大老虎 老虎呢 它的赔率就跟澳门的 这个幸运6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小老虎 也就是说什么呢 当专家营 两张牌营 那叫小老虎 如果你单独买这一个位置的话 是22倍赔率 那如果是大老虎的话 你单独买大老虎 那么它就是50倍的赔率 那这个是非常惊人的啊 那所以说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独船里面有很多人 特别是一些女性 是非常喜欢买老虎的 因为一个老虎就可以让它 获得很大的收益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来看一看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嗯 我们假如用200元 新加坡币 我们来下这个三个老虎的三个投注位置 那么我们的筹码分布 分布呢 就有三个位置 那可是我们的把它拆分 以50为单位的话 我们把它拆分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 我们的下注方式 一共有12种 那分别是小老虎下100 老虎下100 小老虎下100 老虎下100 大老虎下50 等等等等我这里全部列表了 那这12种方式呢 我给大家列出来了 那么呢 我们再通过 这12种下注的分布方式 我们得出 它如果种小老虎 分别是什么样的收益 大老虎分别是什么样的收益 OK 那我们就来看下一张表 好 大家现在看我们这一张表格 那么这张表格呢 我首先是把它的这个 下注的分布方式 一共12种分布方式 我把它全部列出来了 那么分别呢 就是说 咱们如果种小老虎 我们这200元的这个收益 是怎么样的 大老虎 种了大老虎的这个收益 是怎么样的 我们都把它很明确的 罗列出来了 那么一般来讲呢 到了这个时候呢 很多朋友呢 就可能会比较草率的下结论了 那我从这里面的这个收益 我来去选择一个 到底哪一个 对我来讲最划算的 那么还有的朋友呢 可能就开始糊涂了 那我到底选哪个好呢 因为我这里面有最大值 有最小值 有极端的分布方式 比如说200全部买大老虎 200全部买小老虎 那我们究竟怎么来 这个选择呢 那么呢 现在的这张表呢 因为我是用手机的这个 那个软件来做的 就是做的不是那么 不是那么理想 大家可以把它这个全屏以后呢 截图来仔细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就要 其实我们这时候是 应该是需要数据来支撑的 什么数据呢 就是在我这一削牌 或者说多削牌 假如我是经常打老虎的 那么我一定要知道 这个数据 没有这个数据 大家也可以去 就是说去记录一下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十削牌 二十削牌 一百削牌当中 大小老虎的比例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现在也没有这个数据 那怎么办呢 我给大家呢 就这个推算三个 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说 我们假设大小老虎 就各占50% 那么我们就以十柱来计算 你假如说中了十个老虎 那么这十个老虎呢 大小老虎各占一半 就是我们的倒数 第一二三第三列 就是大小五比五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 我们整体的数据是怎么样的 那么你可以在里面做选择 第二种呢 情况就是说 小老虎 毕竟两张牌出六的这个迎面 不叫迎面 就是说它的这种几率 是稍微大一点 那所以说呢 我们分别又做了两个 一个是小老虎算到 百分之六十 六比四 就是十柱里面 十个出现十个老虎里面 有六个老虎 六个小老虎 四个大老虎 那还有一种情况 七个小老虎 三个大老虎 那么我们 这个呢 给大家列出来的 计算出来的 这些数据呢 就是给大家提供参考的 那么呢 我们新加坡呢 有很多这个玩家朋友呢 你们就可以根据这张表 来进行你们自己的 这个小老虎 老虎 大老虎 你们的这个 每一次下注的 这个分布 给你们一个参考建议 好吧 我之所以今天要做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呢 我看到这个 这个网络上面有人在 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们说话都比较草率 那么在现实中呢 我也遇到有人告诉我 怎么样打老虎 这个筹码分配 他认为呢 是最合算的 最合理的 那么事实上 我当时听完以后呢 我也没办法 这个马上跟他 这个 理论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没有认真的计算 那基于这两件事呢 我认为呢 我们的玩家呢 要非常理性的 不能就是说蛮虫的 人家说什么 我听了就是什么 那我们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 一切都用数据来说话 那所以说呢 我作为这个 我们这个频道的频道主呢 我认为呢 我有这个义务 我给大家提供 这样的一些计算的 这样的一个数据 帮助大家 给大家提供 这么一个参考的 这么一个基础吧 最终的选择 还是有理选择 因为每个人的偏向 偏好是不一样的 有人 有的人偏好 就是说 我认为 大老虎多 我就是要赌大老虎 那有的人呢 他认为 这个小老虎的占比比较多 不管怎么样了 无论你是依据数据 还是依据你的偏好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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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偏执 我认为 都可以 最关键的是 我能给大家提供 这样的一个数据 如果能够 帮助到大家 那么 我就觉得非常开心了 那就谢谢大家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再见